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传统的思维模式里 养儿 养女都可以防老 真的老得走不动了 儿女会照顾自己 没有钱了 儿女也会打发一点 不至于日子过得太艰苦 可是当你真的变老了 会慢慢发现 儿女和自己越来越远了 一方面是儿女到外地去工作了 和家乡的距离很远 另一方面是各自有了家庭 总是会顾此失彼 特别是有的儿子 真的是娶了媳妇忘了娘 如果媳妇当家 公公婆婆的日子估计很难熬 女儿呢 也可能远嫁 好几年都不会回娘家看一看 那就几乎是等于没有生 感情联系停留在打个电话 发个微信消息 此外就是游异一点生活必需品 人到晚年才明白 养儿养女都不防老 还是靠以下这五样 总体说来就是靠自己 凡事都要看远一点 提前准备好老年生活的必需品 第一样 身体健康 是老年人最大的福气 人老了生活过得好不好 很大程度取决于身体的健康状况 比方说一个人在公园散步 看到另一个人在公园里 却是有保姆推着轮椅逛一逛 即便坐轮椅的人有百万家产 都不如健康的走路的人开心 上次过年的时候 我回来一趟老家 父母独自在家过年的有不少 我的一个大叔叔一家 就是两个老人在家日子很冷静 除了门口有燃放鞭炮的纸屑 就根本看不出过年的气氛 幸运的是 大叔叔两口子身体还健康 自己可以下地干活 种点稻子 蔬菜 隔几天去镇里买点肉 日子还算过得滋润 和大叔叔聊天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忧伤 他说儿女啊 长大了都是别人家的 哪有时间管老人 再说了 他们在城里买了房子 欠一屁股债 我也不让他们回家过年 一来一去开支很大 他们赚钱不容易 还是等端午节 看他们能不能回家去一去 我们两老身体好 他们就不要操心了 大叔叔说了实话 身体好 儿女就不要操心 年纪大了也不怕 人老了健康比钱重要 能够干活 能够自己做饭 这样的老年生活 不仅仅是自己过得愉快 也会让出门在外的儿女放心 第二样 夫妻互相陪伴是最好的保姆 小区有一对老年夫妻 男人八十多岁了 女人也七十多岁了 男人三年前就卧病在床 走不动了 幸好女人身体还好 每天慢慢地扶着男人 坐到轮椅上 然后推着轮椅 一起去公园看别人跳舞 他们的日子 别人不仅没有觉得很难 反而羡慕他们的感情 真的是一对模范夫妻 很多人都说 要不是女人照顾得好 男人早就不在人世了 真的 夫妻陪伴着 即便谁有了病痛 对方就是最好的保姆 并且比儿女照顾得更好 俗话说 久病床前无孝子 就是儿女 也会觉得父母病久了 很讨闲 但是作为老伴不会觉得讨闲 反而谁失去了谁 真的就是崩塌了一样 有一个人变成了心中的牵挂 反而是快乐的 觉得自己的生活还有希望 很多人一下子就变老了 不是年纪变大很快 而是精神垮了 精神颓废了 这是儿女无法照顾的 夫妻在一起时间长了 这份感情可以让老年人支撑着 走过岁岁年年 第三样 有损款 是你养老的底气 人老了 你得有点钱 很多老人把自己的老底都给了儿女 最后自己身无分文 一旦遇到了生病的情况 那才是一个急 并且儿女成家以后 遇到要出很多钱 为父母治病的情况 儿女愿意 他们的另一半也许就不愿意了 因为养老前 很多年轻夫妻吵架 甚至因此闹离婚的都有 聪明的人 不会把自己所有的钱都给儿女 总是会留一点 虽然看起来是自私 但真的需要理解 每个人都要经历生老病死 总不能等生命了 再去赚钱吧 有损款是养老的底气 真的 遇到难处了 可以自己解决 不要等儿女筹钱 儿女也会觉得欣慰 特别是儿女负债累累的时候 也是心有余 而力不足 很多人年轻的时候会想 要是老了 就去和儿女一起住 有的人早早就为儿女 买了城里的房子 特别是生了儿子的父母 可是人老了 是会讨人闲的 再说 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 我住的小区 就有一对老夫妻 因为农村的房子倒塌了 就搬过来和儿子住 儿子的家很大 有四个卧室 大家喜日闹闹的也很好 但是上个月 儿媳大闹了一顿 老人不搬出去住 那我就搬出去住 为什么呢 因为年轻人的生活习惯 和老人不同 大家互相容不下 比方说 老人喜欢吃软绵绵的饭 每次蒸饭就像煮稀饭 可是年轻人吃不惯 吃多了就感觉要做偶 还有老人喜欢减肥品回家 一个阳台都是臭烘烘的 不得已 两个老人在小区附近 租了一间车库 算是分了家 才把矛盾慢慢化解 但是租车库的钱还得儿子出 常常听到两个老人 唉声叹气 早知如此 应该在农村盖两间红砖房 也不会这么熟悉 金窝银窝 不如自己的草窝 人老了 靠房子养老 都比靠儿女养老强 起码自己的房子住起来舒服 房子本身也是资产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习惯 一大家子在一起住 难免有矛盾 闲话多了 矛盾厉害了 这养老的质量就下降了 甚至越过越苦 生活费用有源泉 现在的老人 寿命一般比较长 但是社会在发展 光有存款是不够的 要有退休金 这样的话 随着经济的发展 退休金也在慢慢的上涨 生活费就不成问题了 如果一直靠存款吃饭 估计也会坐吃山空 就是农村的老人 也建议自己买保险 年轻的时候计划一下 到了老年 就可以每个月零点钱 起码可以做到衣食无忧 如果每个月等着儿女派钱 那日子也不好过 起码是要看脸色 生儿育女一辈子 养老还是要靠自己 作为儿女 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是总不能因为孝顺 就工作也不要了 赚钱也不去了 要知道生活的压力很大 如果儿女都围着父母团团转 那就造成了一大家子 都没有了经济来源 生活就难以为继了 以上这五样 应该在中年的时候就考虑好 做好长期打算 避免晚景凄凉 等自己真的年纪大了 有儿女常常牵挂 过时过节回家看看 就像那首歌唱的 常回家看看 回家看看 哪怕给妈妈 刷刷筷子洗洗碗 老人不图儿女 为家做多大贡献 一辈子不容易 就图个团团圆圆 相信大家都听过 《常回家看看》这首歌曲 当时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当年 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歌 红遍了大江南北 并且对于歌中所表达的意思 相信大家也都明白 时间如白去过戏 白云苍狗 时间一步一步促使我们成长 但是却从来都不等我们 当我们还是很小的时候 我们的父母悉心地照顾我们 我们在父母的呵护下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我们终于从当初年幼无知的小孩子 成长为一个能为家里 分担一些负担的大孩子 可能在别人看来 我们已经是能够自己 承担起一个家庭的大人 无论我们再怎么成长 但是在父母的眼里 我们却永远都是小孩子 所以作为孩子的我们 应该体谅父母的心情 无论什么原因 我们都要经常回家陪陪父母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佛禅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每天都有性感悟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